貴婦們的美食也可以很平家 這個是我No.1最愛吃 哎呦No.1喔 這個好吃 它上面是淋上半汁 然後再去烤的 100克才30塊而已 好酷耶 我可以關不相關耶 另外9點女人好吃的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我以為我有點快樂 我看起來不快樂嗎 我聲音有點 有一點比較憂鬱的感覺 聲音有憂鬱 我聲音很亢奮吧 帶一點哭泣的感覺 帶一點哭泣的感覺 一點屁股 真的假的耶 像剛哭完啦 剛哭完 我聲音 我聲音也好 沒有像這樣嗎 沒有像這樣 好那 哭相比較重 你就聊一聊 你為什麼事情很難過 因為在影劇圈裡面 我們這些人比起來 你算是資歷比較淺的 對不對 有什麼好難過呢 我的不快樂 我覺得剛剛思佳姐姐講 很多就是工作跟感情 然後所以工作 我們可不可以從此 不要再講工作 來 可是我工作 誰的壓力都很大 因為我工作的原因是 因為我之前 在那個大學生的節目 然後那時候 雖然有跳出來 可是因為我爆牙 那時候很嚴重 然後所以那個 只能夠上上通告 就是很 直線於很多 其他的表現 然後就變成 公司就很希望我去整牙 然後我就陸續去看了很多牙醫 然後就是說 希望帶牙套 或是帶你內側的牙套就可以 結果 我看了大概有六七家醫生 醫生就跟我說 如果你要把這個牙齒問題治好的話 只有動手術 因為我是骨性爆牙 就不是一般牙齒的爆牙 然後那時候我就決定要做這個手術 我說因為製造花費很大 而且過程很辛苦 因為它就像是削骨手術 只是它是削你人中這裡的骨頭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先一年跑通告 然後存了一筆錢 然後去動這個手術 然後可是動了手術 以為就會覺得 可能心運或大開 可是一開完的時候 我腫得跟豬頭一樣 那一個多月兩個月 就是這是已經稍微削一點點了 這也太腫了吧 對 然後就是 這樣子其實很像嬰兒耶 對啊 其實滿可愛的 旁邊那個是冰袋對不對 對冰袋沒看到 這樣已經一個兩個月了啊 這個已經一個月了 已經比較削了 一個月了 所以一開始開完之後 是血肉抹活 而且因為我爸媽就是完全不贊成 因為真的身體法復瘦之父母 我爸媽就會很心痛 一定的 可是我毅然決然就覺得 為了這份工作 我應該要敬業一點 因為鏡頭上就是不好看啊 就是應該要把這個 牙齒的問題搞定 然後開完之後 我就發現 每天就會一直照鏡子 然後看著鏡子就 天啊變成這樣 我嫁得出去嗎 然後工作會順利嗎 妳本來覺得自己 沒有好的那一天 對 然後每天就是 真的是以淚洗面 然後那時候 嘴巴髒不開 也不能吃 所以整整一個月 所以我都是喝流子的 然後喝流子以外 然後我要吃那個消炎藥 止痛藥 然後我連放藥進去 都放不進去 是我媽就是幫我把藥 播得很小 然後塞進我嘴巴 一樣讓我臀這樣 我說好我今天不哭講了 又想哭 就妳一邊哭 妳媽也應該一邊塞一邊哭吧 所以那時候最痛苦是要忍住 然後不能哭出來 讓媽媽更難過 對 然後所以每天就是 真的是一直哭 然後每天都要那個 一兩個小時起來換冰袋嘛 然後因為我媽就會在 睡我旁邊照顧我 然後可是我看她睡著了 我就一個人扶著牆 然後去換冰袋 因為頭都會暈啊 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正常生活 這樣的日子 跟妳媽這樣以淚洗滅 過了多久 那時候大概一個月都這樣 一個半月兩個月都這樣 然後我開完刀到現在四個月 可是我晚上睡覺還是會痛 就是外形上看起來好很多 可是其實內部還沒有完全好 因為她那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手術 台灣可以開的醫生也就不過兩個 對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很痛苦 然後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未來 會變成怎麼樣 有少數的人他們整容啊 是因為得了一種叫做 自我的形象的扭曲 就是說有些人他明明很瘦 瘦到快變只騙人了 可是他看到鏡子裡面的自己是 胖的 或者自己本來已經很美了 可是看到鏡子裡面是一個醜八怪 對 那如果其實不是很漂亮 可是趙鏡子自己一集很漂亮 噢 幻想什麼 一個是妄想 這個是妄想 這就是妄想 還是妄想 是我太過良好 請問哪一種比較嚴重 哪一種比較嚴重啊 一個後者吧 一種痛苦的是自己 一種痛苦的是自己 對 不過艾亞的個性我聽起來 就是說她雖然外表看起來很 很柔弱 可是其實她應該是外柔內肛的 嗯 她心裡面 如果她有一個堅持的時候 她其實是會很固執的 去做 不管那個代價是多少 醫生我覺得我那個負面情緒是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最近發現呢 我壓力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壓力 然後可是我會一直握拳 然後就是握拳握到我把自己都掐的 有那個指甲痕的時候 我才發現 然後我就哎呦 然後我就要放鬆 然後過了多久之後 我又會過程 這種是一種很典型的焦慮的一種症狀 真的假的 對 那症狀而已啦 還沒有到 那她會好嗎對不對 隨著那痛苦的減低 她很可能會好 而且我就覺得我毛病好多 比如說跟朋友聊天啊 然後有時候我心情好的時候 我就願意接這通電話跟她分享的情況 可是有時候我低潮的時候 我看到有時候好朋友打來 我就會暗無聲覺得 我現在不想要跟任何人講話 這很正常 這很正常 大家都會這樣 我以為是 沒有 我剛剛有 我來者不去耶 因為我以前也是來者不去型的 對啊 就是隨時隨地我都可以很亢奮的 不管是聊悲傷還開心 我都可以 因為你知道這個朋友打來 一定是要跟你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對 還是接對啊 因為是朋友啊 一定要陪伴的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苦水啦 那偉君其實如果要論影劇圈的壓力喔 有時候是新聞記者寫你 而且亂寫 我想偉君是中彈也中的 不會比各位少的一位 對啊 你雙頭有好嗎 不是 你雙頭有欸欸欸 我覺得 又一邊好 又一邊 我覺得有一個倒霉 就是說 他長得漂漂亮亮對不對 所以 他就會被記者封很多封號 那所以 每一次只要他好像 跟誰如果說走得稍微近一點 對 就會被封為 發電機 就會被懷疑 甚至有時候不用走近 可能我只是第一次跟他吃飯 就朋友邀約 連吃飯都不行 就吃飯 但是就 妳是在想說我是不是 喔不是啊 對啊 就是 就弟弟也會這樣子嘛 你會不會泡銷 那我覺得對我來講說 就那些字眼我沒關係 可是 家人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 女孩子 因為我覺得 所以有時候你 這個真的是 女孩子的罩子 因為 在外面可以很好 你可以攻擊我們很多次 就譬如說不好看 或什麼的 可是妳只要講到任何是 有夾子 不好意思我是講到 講到妳不高興的地方 因為我一直覺得 妳真的是漂漂亮亮 然後看起來開開心心 那他個性有很男性化的成分喔 對 我就是 所以就是 我覺得我是抱喜抱憂 然後我也好強 然後 因為那時候 一開始是工作轉型的時候 就是我知道 大家會等著看 因為前面可能已經有一些 負面新聞 妳會覺得說 看妳好戲的一直很多 對 對 所以我的個性是 就是我會強勁 我不想要讓你們看到 就是我跌倒 我其實 最常崩潰的地方 是在我自己車上 對 就是工作完 妳會怎樣 就是工作完 有時候 因為比如說那時候 我也是不會講台語 然後又從偶像劇進去 本土劇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覺得 我憑什麼 對 那我的戲也是像她講的 就是 霓妝當初還是一整排 那一整排我可能 大概十場戲 有八場戲 是哭戲 對 那妳除了記妳的語言之外 妳還要記得那個情緒要弄出來 那我不想要讓人家覺得說 什麼偶像劇的人不會演戲 或者是台語不好的人 憑什麼藍眼女主角之類的這一種 我就會硬撐 那通常有些人是哭累了 哭到哭不出來 那我是收工了之後 就是開車 開車的時候 我會一邊開車 然後一邊尖叫 然後一邊大哭 對 就是我上車之後 然後包括那種記者會也是 就是 現在我會學 就是記者會上校校 然後就說 然後回應完之後 一上車 然後我就打 對 像他這樣個性在這裡 你裡面有中幾條了 中蠻多條的 中蠻多條的 現在是在牽三星彩蛋 當然是有獎金可以拿 真的我會獎金嗎 你個性的人容易得憂鬱症 我們這個 國外的研究機構做過研究 大概五種個性類型的 如果你中了越多條 就代表說你的風險越高 第一個是起人憂天 一直是擔心一些不見得會發生的事情 是 第二個是 容易暴躁易怒 我沒有 我沒有 那可是我已經講了 有一點點 因為你平常太壓抑了 對 就是因為我都不會在人前 就是因為我覺得 爸媽也會擔心 所以每次就是這樣叫完 然後回家停好車之後 然後眼淚開開 然後再補個妝 然後進門後 我回來了 爸爸媽媽媽 就是 就是你工作也要延 然後下班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有可能 有可能你停到紅綠燈 然後有一個路人走過去 看到車裡面有一個女人 是聽不到的聲音 然後這樣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 有時候吼叫是一個好事 對不對 真的 可是如果這 吼叫是他唯一紓壓的方式 那可能就有問題 好 後來 我感情上很多的 失敗 都是因為 開始當你 就是單身了之後 你真的是想要尋找感情的時候 但很多男生看我的眼光 就會覺得說 他是可以 來一下 然後拍拍屁股走的那一種 那我是 就是我 如果對你這個人有好感 有感覺 我是會放很快的人 對 他是屬於全給刷 對 他是阿薩 他是阿薩 他是阿薩琳型的 全給嗎 我只要就是 嗯 我如果對這個沒有感覺 就是完全沒有感覺 就是完全沒有電的那種 但是如果是 我覺得 我對你 就是放開心了 我就會 什麼都講 然後所以我對你真的有好感 我就會 突然放很多感情 結果呢 但是結果就是 他沒有阿 他只是覺得 你是OK的嘛 反正你都已經 好像很多個 也不差我一個 所以是因為 我覺得 就是會這樣 就是自信心 但是我覺得 第一男生都覺得 我是爛貨 然後第二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真的 我們是為你抱不平 但是你不要這樣說自己 真的 然後第二就是 我覺得是 工作上 大家就會一直等著看是 就是 你還要出什麼事情 對 然後相對的就會覺得說 你現在拍的這個戲 就是 就是會等著看 你有什麼樣的成績 或是 你在這個戲裡面 有什麼樣的表現 然後 要出什麼樣的狀況 你當然 遭受那麼多的挫折 不管感情上 或工作上 但是 你心裡面是想要成功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就是不想 要被別人看別人 就是不想要讓你們看笑話 好 我 我是一個很喜歡看什麼 《名人傳記》啊 那種歷史的書的人 我看過一個最好的 成功的定義 我這邊跟你分享 什麼叫成功 成功就是 你爬起來的次數 比跌倒的次數多一次 嗯 就這麼簡單 是 其實我覺得韋君 已經練舊了一生 已經快要同牆鐵壁了 對啊 那他也是我看過 EQ很高的 真的 憂鬱指數到底有多高 你的憂鬱指數 到底有多高 你的憂鬱指數到底有多高 你的憂鬱指數到底有多高 你的憂鬱指數 你的憂鬱指數 你是A B C D哪一個反應 你選哪一個呢 你選哪一個呢 我選D啊 我選D啊 但我應該是介於A跟B之間 好 所以我精神病醉 我說話 哈哈哈哈